陪师弟的药被人换掉了 郑威琪拧了眉坐在茶馆里 思索片刻后毫无头绪 剑气与怒气一道蹭蹭蹭往上涨 你们知道哪些线索 那瓶仙泉是从哪儿得来的 疗伤用的仙泉被恶意替换成腐蚀性毒药 这绝不是件可以一笑而过的小事 宁明已将此事告知诸位长老 但如今线索寥寥 就算他们答应调查 恐怕也很难找出幕后真凶 那瓶仙泉是裴继从医馆带回来的 宁明道 大夫见他受伤很重 特意送了一瓶 当时医馆人员庞杂 不少医修弟子或旧的姑娘 与城中百姓接在馆内 若是有人趁机偷换药物 想必不会被轻易发现 贺之舟颇为担忧地瞅他一眼 你的腿没出什么大事吧 素问堂的长老替我看过了 那毒药并不致命 顶多灼伤皮肤 宁明摇头 不过很奇怪的一点是 当时我将它摔碎 里面分明渗出了黑色的魔器 可后来长老们再来查探 却发觉气息全无 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关的踪迹 魔器 不会是魔修在捣鬼吧 林寻没经历过生死险境 与大风大浪 听完面色苍白 眼底尽是忧心与惶恐 我爹说过 虽然大战后魔族惨败 近乎于销声匿迹 但其实仍有幸存者藏匿于各地 可他们与陪师弟无冤无仇 为何要刻意伤害他 明明也想不通 而且说起魔族 洛元明使用的炼魂之术 很显然就属于一种 极为凶残的魔修秘法 他出身正道 绝不可能有机会与之接触 唯一的可能性 只有当年途经大漠时 与幸存的魔修有过接触 而且那魔的修为绝对不低 不管怎样 今天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郑威起虚了口气 想得脑瓜子发疼 用手按在太阳穴 明日便是鸾成一年一度的灯会 灯会过后 还有十方法会第二轮 听说这回的赛制 与往常截然不同 危险程度大大翻倍 若是在法会之前就身受重伤 可就彻底没希望了 洛元明的丑事被揭露 十方法会却还是要继续 宁明在之前就有过耳闻 法会分为上下两轮 第一轮为秘境试炼 二轮往往是弟子间的擂台决斗 采取一对一淘汰制 直至决出留在场上的最后一人 然而这种赛制虽延期已久 却存在十分严重的弊端 修真界道法万千 百家其放 在短时间的擂台较量上 往往无法发挥出自身全部优势 更何况 决斗以力量为尊 轻于谋略 对于进攻性质薄弱的 依修、乐修、佛修和御寿宗来说 很难赢得胜利 于是在洛元明的提议之下 经过长老们一番探讨 对今年第二轮的赛制做出了改动 虽然长老把消息捂得很紧 但根据小道消息来看 赫之洲神秘兮兮 似乎比第一轮的大逃杀更加刺 鸡 宁宁听她说话 不由想起曾经洛元明 对她偶然间透露的情报 她偶遇孤月莲是假 关于修复石海的法子 却理应是真 据她所说 要想治疗温和眠 还差两种真品以上的稀有灵质 而其中之一的灵书仙草 就在下一轮法会需要前往的秘境中 可鸾城之内 似乎并没有其他可以进入的秘境 这会儿说书先生并未上台 茶馆里少有的显出几分悠闲静谜 宁宁正物字发呆 忽然听见一道极有磁性的低沉男音 好巧又与诸位见面了 啊 这声音 她颇有些心情复杂的抬起头 果然见到嘉兰城少城主那张无比熟悉的脸庞 江四嘴角一抽 斜斜勾了个笑 指着一旁的空位道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那个 其实我从之前就想问了 贺之舟举起右手 化身不懂就问得好奇宝宝 少城主究竟是从哪里学来 如何高深的笑法 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这样笑的呀 江四笑着挑眉 淡淡道 这要多谢郑姑娘 见郑威起头来不解的目光 她轻哼一声 江某彻夜研读郑姑娘所赠书目 偶然发现了某种规律 在所有文字之中 勾唇一笑出现了281次 挑眉出现了189次 清亨出现了146次 而淡淡道出现了563次 于是她就当真依依照做了 只可惜练习太多次后 肌肉抽筋 不太像是勾唇一笑 倒像是猛鬼附身 小嘴狂抽 郑威起吸气符额 勉强呼出一口气 为了防止此人再度口吐狂言 抢先一步道 你那边的剧情进展到哪一步了 她在说 江四近日观摩学习的那本超后大捕头 修真风月录 江四很少被她主动问话 文言从喉咙里挤出一声 被提到过438次的低笑 雪霄快死了 她说得云淡风轻 丝毫没有察觉到 坐在旁边桌子 自始至终写写画画的男人 身形一顿 那人背对着他们 并不能看清确切长相 若是上前几步粗略看去 便会无比惊讶地发现 居然正是茶馆里的说书先生 先生今日好不容易能歇息一会儿 然而身为一名 极富有职业素养的勤劳社处 即便在空闲时间 也要持之以恒地挖掘说书素材 好巧不巧 正好就让她遇见了 玄虚剑派一行人 天县子清传在鸾城里风投大胜 更是十方法会魁首的有力竞争者 先生悄无声息做了这么久 听见雪霄这个名字 不由得眉头一皱 这个女人的名姓 她从未听闻过 你是指她被真肖世博囚禁在地窖里那件事 郑威奇努力回忆剧情 还是记掌门给她下了情谷那件事 握笔的手剧烈颤抖 这是何等劲爆的宗门秘心 剑修之间竟有如此之多的恩怨情仇 说书先生内心激荡 都不是 江四冷声道 是我把她当作替身百般虐待 最后却要取她心头血 治疗我冰死白月光 也就是宁宁姑娘的那件事 惊累一个接着一个 先生的眼珠子都要惊讶地翻出来 趴在桌子上 吭哧吭哧奋笔疾疏 笔头差点冒火花 郑威奇有些不满 最离谱的是 我居然会因为爱上真肖师博而疯狂嫉妒她 让门内弟子把她堵在巷子里打 警告雪肖 不要与师博藕断丝连 这脑袋里怎么想的 宁宁拿手撑着腮帮子 亦是孝道 我也因为暗恋林寻师弟仔 刻意刁难她 你们还记得她与真肖剑尊优惠时 突然蹊跷流血吗 就是吃了我下的毒药 恐怖 玄虚剑派这群恐怖的女人 她们怎么能用如此轻松的口吻 说出这样的话 说书先生握笔的右手瑟瑟发抖 咬紧了牙 才让自己不至于愤怒叫出声来 贺之舟愕然望向她 是你 听她这不敢置信的语气 终于在群魔乱舞里来了个正常人 先生自嘴角露出一抹宁笑 已经做好了亲眼见证 成奸除恶名场面的准备 却听得贺之舟继续道 你不是答应和我在一起吗 到头来 居然暗恋林寻师弟 有病啊 这是重点吗 这有什么关系 宁宁的语气 平静的像是在讨论吃没吃饭 你不是也一直和雪霄情投意合 人生来就有两条腿 不批一批对得起他们吗 贺之舟恍然 有道理 对了 我记得你好像对裴继也有点意思 这么多条船 千万当心别闪着腰 不然我们几个深爱你的男人 都会心疼 裴继本来游离于谈话之外 听闻此言长节一颤 低头喝了口水 说书先生 这蠢货居然被说服了 他罚了 这群人他们都不正常的 真搞不懂 你们这些男人有什么好 非要在垃圾堆里寻找真爱 也难怪他会落得这般下场 郑威琪很势不屑 语气里带了点恨铁不成钢的味道 如果我是他 绝对一心休息见到 带来日飞生成仙 再把你们这群狗男人 按在地上打 莫非他爱我 我不爱他 就成了种罪过 那女人不应该忘记自己的身份 不过是我暖床的工具而已 江四不服气 本来张开了 小嘴巴巴巴的反驳 却忽然察觉身侧有人靠近 一时间迅速闭嘴 扭头转过视线 哎呀 这不是嘉兰城的江四少城主吗 来人是个风鱼女子 模样虽不出众 身上穿着的娇纱烟螺裙 却一看就知价格不菲 女人眼纯笑笑 伸手递来一个被白布包裹的小物件 左右为姑娘来我启秀方 说是对少城主养慕有加 特意让方中连夜赶制了把玉谷扇 托我亲手送来 江四做做的轻壳一声 神色和语气都是淡淡 姑娘 哦 原来是那位 我只当他是在开玩笑 没想到当真做了一份 启秀方老板娘敏唇一笑 轻言细语的先行告退 刘江四与桌前几人大眼瞪小眼 还是临寻先行出了声 玉谷扇 我记得似乎挺贵 呵 不过是追随者执意相赠的小物 江四垂眸吃笑 懒懒靠在椅背 绣长手指落在包装布上 听说那姑娘特意告诉过老板娘 让她在扇子绣上超大的少城主好棒 这又何必呢 在下从不在意词等虚名 宁宁侧了身子 凑到培吉尔边讲悄悄话 我觉得 这个追随者 可能就是她自己 男人嘛 总得在旁人面前为自己挣几分面子 江四之前被郑师姐百般碾压 正是势头最弱的时候 若是让启秀方老板娘 当着他们的面 送来这份追随者执意相赠的小物 说不定可以挽回一程所剩无几的颜面 培吉因她的突然靠近呼吸一致 随即滴滴嗨了声 包裹在外的布料被层层拆开 露出那里精致小巧的折扇 江四强忍住唇边笑意 食指稍移用力 扇面便如同疏然展开的蝴蝶翅膀 推开层层折叠 当着所有人的目光铺陈而开 但见玉骨扇铃罗声光 于阳光下反射出珍珠一般的银润色泽 而在扇子的正反两面 赫然绣着一串大字 超大的少城主好棒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林寻呆呆望着那几个字 又呆呆看一眼江四本人 赫之舟尴尬挠头 啊 这 江四化身水泥气成的冷面娇娃 整个人犹如时光凝滞 待在原地一动不动 梁九 终于眨巴着双眼仰望天空 勉强止住眼底湿润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是个傻子 宁宁看着他争鸣的表情 心痛不已 好心安慰 少城主别伤心 其实也就只有一点点 倒也不是傻子 郑威起面露真诚 损起他来毫不留情 打个比方 你以前是江四 现在别的偏旁不守全没了 整个人就只剩下那三点水了哈 这女人是在说他水货 冷冷的冰封在他脸上胡乱地拍 江四的表情好受伤 心也好痛 是这个女人让他头一回意识到 原来自己也会心痛 不愧是他 他们这边的气氛好似上坟 另一边的说书先生 则当场顿住了笔头 望向桌上的稿纸时 满目尽是凌落成泥的恐惧与惊骇 今日所听所闻远远超乎想象 他已经快要写不下去了 没想到正直神志恍惚 竟然又听见郑威起的声音 他刻意把音量压得很低 凑到宁宁耳边讲悄悄话 在恍惚之间他听见对方模糊的嗓音 我觉得他这儿有点问题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赫尸地的影响 他顿了顿 似是有些感慨的模样 传染性疾病 这两人一起的 没救了 由于背对着他们 他看不见郑威起在讲话时 拿手指了指自己的脑子 他是在吐槽白痴具有传染性 然而书书先生却彻底猛了 江四少城竹哪有问题 为什么会受贺之周道长的影响 还有他最后那句话 传染 传染什么疾病 天啊 他听到了什么 心脏和身体都是颤抖 先生用尽最后的勇气低下头 看一眼自己记录 在纸上的所有内容 雪霄快死了 在经历了真霄见尊的囚禁 祭掌门的勤鼓 江四的抢取心头血后 他被郑威起打得蹊跷流血 藕断丝连 郑威起爱真霄 爱雪霄爱江四 爱宁宁爱林寻 爱雪霄爱贺之周 爱宁宁爱培际 超大的少城主好棒 那儿却有些问题 与贺之周两人一起 传染了性疾病 没救了 好家伙 伤心八角麻花链 至于最后那一段 他觉得好恐怖 好变态 视线哆哆嗦嗦地下滑再下滑 终于来到那个 被打满了无数箭头的 玄虚箭派人物关系表上 说书先生面色惨白 青灰毛笔 在贺之周与江四的连线之间 画了一个小小的爱心 与此同时 郑威起感到一股神石靠近 耳边竟然响起 陪记的传音 他表面不动声色地抱着剑 语气里却隐约藏了点尖色与迟疑 似乎说出这句话 用去了浑身上下的大部分气力 师姐 你们讨论的这本书 能不能骂我一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